在这里呢 我们 我们呢 同样啊 我们可以重用这些代码 那么现在我们要读取的呢 就不是Array了 我们把这顿注释掉啊 那么文件的Path呢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构造这个 文件的全路径呢 那么这里呢就要指向我们新创建的 这个 这个Array 新创建的PTIS文件 就是MyDictionary -PTIS 把这里改掉 然后呢 文件全路径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这次呢 我们就来创建 Dictionary Dictionary呢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用 Dictionary的 Dictionary from content of file 然后呢 它的全路径啊 传进去 那么呢 这样呢 看看能不能读取的这个Dictionary 啊 相同的我们也用cclog来打印一下看看啊 打印一下这个Dictionary 啊 断点呢 还在 我来执行一下 它呢 它呢 现在啊 正在拷贝 这个Resource到我的Apple Touch上面 然后呢 游戏运行起来了 好 我们看到它呢 在这里断住了啊 那么从这里呢 FilePath呢 现在这 那是我们啊 新的这个 PLIST文件的 PLIST文件的路径啊 是这个 MyDictionary PLIST 然后呢 我们看到它有四个KVALUE PALS啊 有四对这个KVALUE了 这个Dictionary 在这里呢 啊 也可以这样 通过这样查看啊 点击开来 它的这个 啊 前面这个小三角就能看到呢 H ID 大家看到它这个顺序呢 并不和我们 啊 之前的顺序一样 它显然是 使用了这个K的这个 它的这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啊 这就跟字典呢 更加像 对不对 好 那么用这种方法呢 就可以把这个字典读取上来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现在呢 已经会用了字典和这个ARRE 那么呢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混合使用啊 这些 这些 啊 结构 我们下面呢 再来看一个深入 看一个例子啊 那么用我们现有的ARRE 我们现有架设呢 我们现在啊 要做一个ARRE 那么它呢 里面可以再添加内容啊 那么呢 它呢 里面可以再添加内容啊 它里边呢 就是可以是一些啊 一些Pair K呢 就可以写在前面 比如说啊 玩家的ID啊 那么这是0号玩家 他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通过点击加号呢 创建它的Key和Value的Pair啊 对不对 我们就简单一下 假设创建两个啊 那么啊 我们再创建第二个玩家 也是一个Dictionary啊 那么他呢 他也可以是这个ID 他是1号玩家 那么他的这个名字 我们起别的名字 这个 好 像这种 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呢 创建很多很多玩家 其实它是属性的 我们现在是两个 其实也可以任意多个 只要他的Key不相同就可以 好 那么呢 我们用复制的方式啊 多创建一些 多创建一些 复制连贴的方式 Ctrl V Ctrl P呢 来多创建一些 那么这些用户的信息是各不相同的啊 他们的名字也可以是不同 但是 假设有创建这些就够了啊 那么021号 3号玩家 那么他们的名字呢 我们 其实在这 它可以和其他玩家的名字是一样的啊 在这里 在字典 这字典和字典之间呢 是没有这种限制的啊 好 假设我们就让它一样啊 好 那么呢 这就是相当是一个是用户的信息列表 那么呢 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程序当中呢 来读取它啊 那么 它是读取无误的之后呢 我们来便利它啊 便利它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知道啊 你这个Array当中的这些啊 全都全部都是一些Dictionary 那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使用Dictionary呢 来啊 来便利它啊 PlayerInf Avery Fly 那么呢 这里边的每一项啊 我们再打印出呢 这里边的每一项 让我们区别一下啊 这里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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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执行一下啊 看看效果 这里边呢 这就是一个Array和Dictionary 混合的一个例子啊 嗯 这个可以用来存储玩家啊 信息列表 信息列表 好 我们看到 打印出来了啊 打印出来之后呢 那么呢 前面Array打印出来呢 他就直接 直接就把里边的内容啊 通过这种啊 括号的形式 打印出来了 那么我们后面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CCArray呢 也打印出来了 嗯 这每一个啊 字典 但是 的内容 别论了 啊 就是这样子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可变的这个Dictionary 啊 其实呢 啊 在我们使用当中的Dictionary 实际上呢 啊 经常是需要改变的 比如说 我们又有一个新啊 又一个新的属性增加进来 我们可以任意的添加和删除 Dictionary当中的Key和Value的Pair 啊 嗯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用代码来示例一下啊 我们呢 嗯 以刚才的这个 这个 Dictionary的Plist文件啊 为例 那么 我们读取它啊 叫Plist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先把这些注释掉啊 先把这些删掉 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Muteboard 嗯 其实Muteboard的这个Dictionary呢 和 嗯 它是派生字这个 嗯 啊 ns Dictionary 所以呢 嗯 它呢 也也有相同的构造的方式啊 就是Dictionary from content 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全入境输给它 好 这样之后呢 嗯 那么这个Dictionary呢 就啊 生成了 那么呢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它啊 好 看看我们的运行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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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现在呢 啊 它呢 是一个可以改变的Dictionary 那么我们呢 一会儿可以啊 看看如何在里面添加和啊 删除这个啊 KPair啊 好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呢 我们单步一下它打印出来的信息呢 啊 是和刚才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呢 但是呢 它是可变的啊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添加 那么添加一个KPair呢啊 就是调用它的SETVALUE啊 SETVALUE这个属性 嗯 那么呢 SETVALUE呢 那么呢 第一个是它的VALUE 前面呢 是它的 它的这个值啊 后面是它的K 比如说呢 我们添加一个新的啊 那么它现在有A值 Hobby ID NAME 那么我们给它添加一个SCOLE 这样是分属啊 那么呢 SCOLE呢 K呢 就是SCOLE 分属 那么前面呢 这个VALUE不能直接输啊 不能直接输入数字 它必须是一个对象啊 必须是一个SNUMBER 对象NUMBER 那么它 假设它是一个整形数的 这个分数是一个那么 假设它是得了99分 嗯 好 那么这一句话呢 就可以将字典当中呢 添加一个啊 新的K 和VALUE的Pair 那么呢 嗯 嗯 那么我们来执行一下啊 看看呢 在这之后呢 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 打印一下这个 新的这个DICTION 看看是什么样子啊 这就是呢 添加一个啊 嗯 嗯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在这个添加之前打印出来呢 是啊 是 是有四个 四个 嗯 四组 可以VALUE的 那么添加之后呢 多数一个思考啊 99分 那么呢 如果我要覆盖一个 比如说呢 啊 它的A值我想改一下 那么 我只需要啊 将Key设为A值 那 那然后将它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 数字呢 啊 改成你想要的数字 比如说 改成23 那么呢 它这就是呢 用这些相同的这个 呃 函数 含数调用的实际上就是 在改写它的某一个啊 VALUE 字典就是这样子啊 字典就是这样 它不会 只要是K相同的话 它就会覆盖 如果K不同的话 它就会增加 好 我们打印出来 一看 对不对 你看之前是30岁啊 现在年轻了 变成20岁 23岁了 那么这就是 啊 字典的这个 如果想改 那么我想删除一个啊 选项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只需要呢 remove 啊 object is for key啊 那么remove的时候 就不需要提供VALUE了 对不对 只需要把它的 比如说我们把Hobby 啊 Hobby这个 这个给删掉啊 我们看看 啊 我们再打印删掉之后 再打印出来啊 看看呢 那它是什么样子的 好 可以看到啊 那么呢 在第三个啊 第三次打印的时候呢 这个Hobby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一对呢 就就消失了 就被删除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如何 利用啊 如何呢 应编码的方式来构造一个 一个字典 啊 是像刚才呢 我们举的例子 虽然是把用户的啊 信息存在一个P list的文件里面 但实际啊 游戏当中呢不能这样做啊 因为用户的这些信息呢 是敏感信息啊 不应该放在这个P list文件里面 不受任何保护 会被啊 任何人都可以啊 看到 甚至被黑客利用 所以说呢 啊 有时候呢 我们需要硬编码到我们的啊 程序当中 嗯 这样呢 防止啊 被破解 那么 呃 我这里写了一个啊 预先写好了一个 就是构造 一个Mutable Dictionary 如果是不Mutable Dictionary 也是一样的啊 它有一个Dic 有一个Dictionary Objects And Keys啊 这个 是最常见的一种构造方法之一 就是呢 通过一个Value 一个K 一个Value 一个K这种啊 顺序的来构造一个啊 Dictionary 那么 那么我现在构造的呢 就是一个啊 Case age 那么 Value Value是23 嗯 ID呢 是0 然后Name呢 是Tom的这么一个字典 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打印出来的这个 啊 内容是不是我们啊 我们啊 想要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嗯 这就是硬编码的这种啊 写法 好 好 现在程序跑起来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最后一个打印 最后一个打印 最后一个打印就是我们呢 啊 自己我们现在创建的这个啊 Tom ID你看他和前面的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虽然呢创建方法是不同的 嗯 另外还有一些啊 是构造这个的方法呢 好 我们呢也在这里提一下啊 比如说 啊 我再构造一个 那么还有哪些可以利用的方法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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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还有一种就是啊 啊 把K 把Value呢 放在一个array里面 把K放在一个array里面 把这两个array都准备好 按照啊 像正按照一样的顺序准备好 然后呢 传给这个 呃 这个海树呢 去构造它 那么 这就是创建了 这就是另外一种常见的创用创建方法 啊 嗯 另外还有一些创建方法呢 嗯 我们啊 我希望大家在课后呢 啊 能够看一下 啊 像像这里呢 就就是显示出了所有的啊 Dictionary的方法 啊 它实际上还有很多方法 那么最常用的呢 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好 Dictionary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到这里呢 这些啊 我认为在游戏开发当中 最常用的这些 啊 基础的 类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这些 啊 内容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在 你每一天开发过程当中呢 都要使用这些数据结构啊 嗯 我建议大家呢 在如果你啊 对这些数据结构 还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嗯 希望你能够啊 多写一些例子啊 仔细的查看每一步的啊 运行的结果 从而掌握这些啊 这些类的使用 那么啊 你对这些类越熟呢 那么你在日常啊 工作当中呢 就会越来越轻松 Object C的内容呢 啊 我就介绍到这里 我啊 如果大家 把这些内容都理解了 对于你啊 开始使用Cox 2D啊 开发IOS上的游戏呢 应该说呢 基本是够用了 嗯 我带领大家呢 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啊 在这一节 第二阶段当中呢 我们啊 着重讲解了 那Object C呢 它的内存管理的机制啊 包括它的 引用技术是怎么实现的啊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还最后介绍了ARK Auto Reference Counting 我建议大家呢 要啊 在你的工程当中 EnableARK 来 获得这个 开发上的便利啊 减少出错的可能 那么呢 还给大家介绍 它Object C其他的独特的语法 Property 属性 Categories 就是如何给啊 现有的这个类呢 添加啊 你想要的方法 啊 还有Protocol Protocol Delegate 啊 的用法 嗯 还有Block Block 会经常在Cox 2D当中出现 我们在下一阶段 会经常碰到它 那么它多鉴于啊 Manual Item 和 和Action 就是动作里面 啊 那么呢 嗯 它呢 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啊 比如说 不能在Block里引用Self指针 啊 如果要引用的话 要用 什么方法 大家还记得吧 还有Dynamic Message 可以啊 可以啊 在运行时候呢 啊 调用这个Dynamic Message 的这些函数呢 来给啊 对象发送消息 啊 甚至可以加上延时啊 等等这些操作 那么呢啊 经过这一阶段呢 就我们呢 就对Object-C呢 有了更深的了解 啊 那么也做好了准备呢 开始我们呢 真正的游戏的开发 嗯 啊 从下一章开始呢 我们开始介绍Cox2D啊 这个游戏引擎 并且呢 会带领大家呢 试着编写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啊 通过实践的方式呢 我们来学习啊 如何使用Cox2D 来开发IOS游戏